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泰国普吉岛上有一个沈寒寻宝队 队内有四个成员 西系是国内顶尖的黑客和数据分析师 阿超是海洋大学的尖子生 发表过20多篇论文 而文雅也是潜水界的精英 但是沈寒寻宝队的生意却一致惨淡 队员阿超决定要由自己来担任队长 重振寻宝队 正当他准备跟队长沈寒挑明的时候 一个神秘的委托人Kimi忽然出现了 他声称有一份寻宝委托 把寻宝队的成员带到了雇主查猜先生的家中 查猜先生说 这次的任务是让寻宝队去找郑和第七次下西洋 在安曼达海域沉没的宝船 并拿出了一份羊皮卷地图 但沈寒认为这次的行动有蹊跷 他拒绝了查猜先生的委托 队员阿超不干了 他追了出去说服了沈寒接下这一单委托 查猜先生派了Kimi、Rose和Gong 一起随同寻宝队出海 在任务开始前 Kimi最后一次询问了沈寒的意愿 沈寒还是决定出海 很快便到达了海域 寻宝队三人换上潜水服下潜 只留西西一人在船上负责联络通讯 下潜的三人发现了片头中的那艘沉船 但在接近沉船时 船上的监视器和声音都开始出现异常 西西甚至还看到黑影闪过 上浮后经过讨论的沈寒 最终决定返航 Rose和Gong出来阻止沈寒返航 原来阿超背地里跟查猜签了秘密合约 如果任务终止 将会赔付十倍违约金 沈寒迫不得已 回到安曼达海域继续下潜 当他们靠近那艘沉船时 异常又在监视器上出现了 而且Rose和Gong 也开启了通讯干扰 西西无法与水下三人取得联系 下潜三人组 在海中遭遇了一种人鱼 维亚拔出匕首想防卫 却被人鱼声波直接杀死 剩下两人惊慌地准备逃回船上 可Rose和Gong却不允许他们返回船上 关键时刻是Kimi用船桨打晕了二人 他们才得以上船 人鱼追随而来 她用声波破坏了船舱底部 船上六人只能逃到附近的岛上 Rose在游泳时被人鱼追上杀死 逃到岛上的五人惊魂未定 人鱼在海里开始用声波迷惑他们 Kimi没有捂住耳朵 被招进了海里 可人鱼看到她脖子上的项链 居然落荒而逃 没有吃掉Kimi 可岛上居然还有食人魔 一个食人魔走了过来 西西因为犹豫不决被食人魔杀掉 刚上岛还未喘息的几人 又开始逃窜 Gong跑到海边 食人魔不敢下海 可海里还有人鱼 她出来用声波将Gong引到海里 轻易地杀死了她 阿超、Kimi和沈涵跑到了临终空地里 在沈涵的逼问下 Kimi终于向二人坦白了 原来70年前 日本曾在这个岛上进行细菌实验 并在战败之际故意泄露细菌 使岛上的人们遗传基因变得异常脆弱 而冷战时 核燃料又在此地泄露 让附近的人们全部变异 查猜以前居住在这个岛上 细菌泄露时 她幸运地离开了这个岛 成了唯一没被波及的人 可她的妻子却变成了海里的一种人鱼 她为了让她妻子活下去 每年都会诱骗人来到这片海域 被她妻子吃掉 查猜是Kimi的祖父 海里的人鱼是她的祖母 正在他们商讨对策之时 一个食人魔来了 三人合力制服了这个食人魔 但阿超受伤了 他们用食人魔背后的纹身 跟羊皮卷地图对比 发现了岛上有一条直通另一侧的密道 而且还有船只 他们来到密道入口 却有两个食人魔在把关 这一次是受伤的阿超挺身而出 她用自己的生命引开了食人魔 沈涵和Kimi得以通过密道 通过密道后 二人来到了没有食人魔的另一侧 并找到了船只 可海里还有Kimi的祖母人鱼啊 沈涵想到了办法 她在海边大声地把人鱼呼唤出来 并用Kimi挂着的祖母相片吸引人鱼 人鱼似乎是被旧情所困 她默默地盯着那个项链 眼里只剩下往昔跟茶菜的合照 沈涵慢慢后退 人鱼也慢慢地游到海边 她艰难地爬上了岸 露出渴望又痛苦的深情 她将手伸向那张合照 可她最终还是没能摸到照片 人鱼的身体慢慢僵硬 死去了 解决掉人鱼的二人终于能坐上船只 他们在这场惊险的寻宝旅途中逃出升天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小可爱不要忘记关注我哟